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人甘拉斯 今天這支影片是要來開箱一個很酷的東西 相信有follow我們FB和IG的朋友 應該已經稍微看過這個東西長什麼樣子了 喔對了 只要到我們的FB、IG按讚追蹤 並訂閱大人甘拉斯的YouTube頻道 可以獲得我們第一手的資訊 如果哪天有什麼好康的你也會是第一個知道的喔 看到這邊你可能會有些疑問 不是要開箱怎麼影片和主題好像沒有關係啊 是的 在拍攝這集的過程 我們出現了一個嚴重的技術問題 導致失去了大部分的畫面 且無法重拍 所以先用本頻道的台柱麥小妹妹擋著一下 講到這邊也差不多了 我們就進入主題吧 今天要開箱和各位分享的是華爾100週年所出的電推檢 不是美法相關行業的人可能不知道 最早的電磁式電推檢 就是1919年由華爾這個美國人所發明的 為什麼我手上會有這隻呢? 因為北屯郭雪茯嫌我每兩週要花一次 100塊剪一顆光頭太浪費錢了 所以他就問了他美法的朋友 有沒有推薦的電檢 他的朋友大推華爾的電檢 但他忘了問型號 因此要我上網做功課看哪次比較好 我打開電腦看這琳瑯滿目的型號 非相關專業的我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做比較 正當我擔心害怕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我人生目前只做過一次對的選擇 那就是我選對的老婆 其實也沒得選啊 而且我選老婆的唯一條件就是外表 沒錯就是外表 於是這把華爾1919百年紀念電檢 就由我們的門路女王北屯郭雪茯 透過國外友人以一種天使般的價格 來到了我的手中 你看真的美翻了對吧 真的太漂亮太帥了我的天啊 好那我們就開始剪頭髮吧 小妹妹 我等一下進去剪頭髮 自己剪 然後你在外面等我好嗎 我剪完你再幫我看看我剪的帥不帥 好 OK 好 那你在外面等我 好 是的 沒錯 正如你所見 正當我按下停止錄影鍵時 錄影才正開始 因此我失去了所有剪頭髮過程的影片 不 不應該說失去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存在 沒錄到 我剛剛 剪頭髮過程全部沒錄到 總之我現在剪好了 來看一下 我先把這些雜錨清一清 然後我們修西部 全部沒錄到傻眼 我們現在用剃刀 把這個雜錨刮一刮 好 好了 剪完了 來看一下啊 還OK嗎 看不到後面 好啦 這樣省一百怪啦 但是超麻煩的 好了頭髮剪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把頭髮清掉之後發現 天啊 自己剪得很好耶 因為我之前在外面剪 剪完回家洗澡之後都會發現 還有一兩根那種 翹起來 但是自己剛剪完 仔細看一下 大家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覺得非常的平整 那個邊緣切得非常漂亮 就是不會有 凸出來一根長的 凸出來一根長的 不知道是不是機器的關係 不然就是自己剪比較細心 很滿意 如果你也是光頭 可以買一隻放在家裡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接下來 有機會來拍一隻 自己幫小朋友剪頭髮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喔好 小開啟小鈴鐺 大人高大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要不要這樣甩嗎